一部非常不错的古装武打电影《秀春刀》 让人们再次记住了 明朝的锦衣卫这样一个历史角色 这部号称近20年最显实的武侠电影 获得了第15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 最受瞩目电影讲 这部电影把我们带进了大明王朝天启 崇祯年间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描述了锦衣卫 东场之间互相倾压争斗的一段 血雨腥风的历史 同时这部电影 也让人们记住了一个名字 神恋 在下北政府司 审恋 审恋 锦衣卫总旗大人 历史上真有奇人吗 是何许人也 电影中 男主角张震扮演的锦衣卫 总旗审恋武功高强 他既想全兄弟之意 又割舍不下儿女之情 然而在腐朽混乱的朝廷政局之下 小人物只能沦为上位者手中的棋子 在被榨取完剩余价值之后被无情抛弃 审恋虽然逃过了朝 凭了屠路却无法拯救他的大哥和三弟 大明王朝当时已经是内忧外患 风雨飘摇 天下之大 任何人都难以独善其身 然而大多数观众所不知道的是 张震饰演的锦衣卫审恋 这个名字并不是虚构出来的 在历史上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 实有其人 不过不是手拿袖 春刀 身穿飞鱼服的北镇服司总其大人 而只是一个名叫锦衣未经历 这样的疏刀小力 但是能以如此身经严微入明朝正史 自非等贤之辈 说明其本领绝非一般 其作为必然非同寻常 历史上真实的审恋 不是如电影上所演 亦与大宦官魏忠贤为敌 他的对头是明朝另一位著名的大奸臣严松 历史真实的审恋服侍的是嘉靖帝 而不是崇祯皇帝 历史上真实的审恋 虽然确实文物全才 但是却不是电影中的那样 整天刀光剑影过着刀尖填写的营生 而是整日整理文书 只是一个锦衣未经历这样的疏刀小力 而且真正让审恋青史留名的 恰恰是以文功力传 非以武剑长 明朝三大才子之一 与审恋有同乡之意的徐魏徐文长 曾为审恋作传 称赞他说军生以奇经一事 据史书记 在锦衣为审恋曾经以 无所畏惧的巨大勇气 将当时权倾天下的内阁首辅大臣严松挑战 并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其是既感天动地 且被加工为小说 沈小霞相会出诗表 收入欲是名言 而审恋之死 也奏响了大名声 是的晚歌 根据名时审恋传的记载 审恋自淳辅 号青霞山人 浙江快积金绍兴 人明武宗正德二年 1507年出生 嘉靖17年 1538年 31岁时参加会社考中第三甲次同进士出身 后来在立阳担任之县 因是左谦 为锦衣卫经历 品质也从正七品降为从七品 从一个正处级的县长 去做一个普通的副处级调言员 虽然不是断崖式的将级 然而以一个普通人的心态去揣摩 内心必然也是失落的 名史直观之中记载 锦衣卫 卫世明 朝的军事组织 南京至今有孝陵卫的地名 是当时首位名孝陵 及朱元璋 林锦的部队的驻扎之地 锦衣卫 掌室卫 缉捕 行御之事 除此之外 锦衣卫还负责室卫 仪仗之责 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中央警卫局和三军仪仗队 外交部里宾司的复合体 飞鱼服和秀春刀 是在室卫皇帝时的标配 锦衣卫的击补 行御职能 在明成祖朱棣之后 主要集中于北镇府司 电影秀春刀 中壁炉剑星 审恋 近一川三兄弟 即是北镇府司下属 但是历史上 真实的审恋 却没有这个待遇 实际历史上审恋当的只是锦衣卫经历这样的小官 七品官 还是从七品 锦衣卫经历是锦衣卫下属经历司的疗员 负责文艺出入 即往来文书的办理工作 审恋在军队里从事文书工 做 差不多相当于现在军队中的文职人员 历史记载审恋 公文材料写得好 工作能力强 受到了当时的锦衣卫 都指挥使陆炳的赏识 这陆炳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陆炳曾经从火海中救出家境皇帝 有救驾之功 是皇帝跟前的大 红人 这审恋本来就性格于阔 上次被贬官后 他依然我行我素 敢仗义直言 而且杜利里也确实有才 军史曾经记录这么一则关于审恋的故事 十六世纪起 大明北方 过去大元朝的残余势力蒙古土墨特不崛起 他们有一个克罕 就是安达汉 名为阿拉坦 成吉思汗的后人 他在位时 势力日强 控制范围东起宣化 大同以北 西至河套 北底戈壁沙漠 南临长城 是大明帝国的有力对手 仗着兵强马壮 安达汉时常扣鞭 侵扰掠夺 明氏宗诸后总 也就是大明朝嘉庆皇帝 非常头疼 嘉庆29年 1550年8月 安达汉进犯北京 打到京城了 这一年甘之纪年为更须年 史称更须之变 外帝兵临城下 肆无忌惮抢掠 叫嚣签订城下之盟 这是对大明帝国的严重挑衅 然而 作为大明帝国最高统治者 嘉庆皇帝明氏宗很软弱 没骨气强硬不起来 不知该如何应对 最后 侍宗当起了甩手掌柜 让大臣们商量后拿出意见 于是仓促之间 皇上要求廷役的命令下达了 但 有人当场坚决反对廷役 明使赵真吉撰载 赵真吉奋秀大言曰 城下之盟 春秋齿之 继续供责必入城 唐要所无以 奈何 意思就是这事无需廷役 直接回绝就行 免得引狼入室 后患无穷 并提出了一系列和 李的应急举措 赵真吉是国子兼司业 从四品官员 平时负责儒学殉讨之政 人为言轻 故皇上没有表态 众多大臣也不敢出声 怕承担责任呢 要打 败了咋办 要何 那就是投降啊 祖宗都流骂名 于是众人皆沉默不语 场面很尴尬 就 在这时 一个级别更小的官员挺身而出 慷慨论时事 表示坚决支持赵真吉 此人就是审恋 明时审恋传记载 平臣无敢是真吉者 独恋是之 当时 审恋是锦衣未经历 从七品 主管的也只是锦衣未公务文书的出入 腾写及大案封存等事项 在众人面前显得很渺小 审恋一发生 立刻引起大臣们窃窃私语 吏部尚书下帮摩 首先对审恋发难 若何官 就是你是谁啊你 怎么不认识你 什么官职 报上名来 审恋不卑不亢 镇定自若回答 锦衣未经历审恋也 下帮摩一听审恋只是一个 负责公文档案的从七品小吏 很不以为然 不屑一顾的说 大臣讨论国家大事 岂能有你一个小吏插嘴 审恋淡定回答 大臣不言 故小吏言之 这是明史审恋传 记载的审恋的原话 意思就是国家为王 需要出力的时候 你们这些高官都当了哑巴不说话 难道还不让我这个小吏 说句中军救国的话吗 大臣不言 顾小吏言之 审恋这九个字说出口 尽管声音不大 但气场强大 深圳 乌瓦 无疑是对高官们的当头棒喝 嘉庆皇上听了这九个字 也觉得心中有愧 脸上无光 随即下令停意取消 这还没有完 明史审恋传记载 审恋见文武大臣们各个唯唯诺诺 审恋给皇上上书 说的什么 说奋国无人 智扣猖狂 书情以万其户灵寝 万其户通州君储 而和秦王师十余万人 积其多归 可大得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抵抗 敌人才猖狂 应该派兵 一万精兵守皇陵 也就是祖坟 一万守君储库 就是保证后勤 补给 把这两个地方守住 而后再联合各地十几万大军勤王 保护皇上 保护京城 敌人远施劳顿 我们以一代劳 积其多归 可获全胜 审恋这些建议 很合理 可谓真知灼见 但是皇上不愿打仗 没有采纳 妥协了 明史审本记记载 次年三月 破于压力 明史审开马士于宣府 大同 但狼是未不熟的 蒙古土墨特不贪得无言 冬时一月 安达再犯大同 看来 审恋是对的 随后大明朝开始加强防御措施 改十二团营为三 大营 总三营为荣政府 修建北京外城 致继辽总督大臣 辖济州保定辽东三镇 牧山东 山西河南诸道兵 遂及京师防秋 秋后散去 以为定制 又选各边镇锐族入位京师 以京营将分裂边兵 明朝北部边防逐渐加强 历史上的审恋是怎么死的呢 明史记载 审恋的主子陆炳 就是皇上身边的红人 但是当时明朝朝政被严嵩 严世凡父子把持 陆炳和严嵩 严世凡父子关系也很好 好几次陆炳带着审恋去严府喝酒 审恋也欣然前往 严世凡顽固子弟习气严重 喜欢在酒桌上欺负客人 估计是盯着某人灌酒 鼓往今来 如出一辙 莫不如是 审恋性子耿直 要说这审恋可能情商差一点 就是我们说的不会来世 看不得这种灌酒疯 他不时像 在酒桌上出头屉 人打抱不平 而且他平时就对 严嵩父子的行为看不上眼 本身审恋这人又为人刚直 极恶如仇 喝酒壮胆 每饮酒折几句笑傲 就是每次喝了酒后 坐在地上大骂 骂也就骂了 这个审恋还给皇上写奏折 就是参奏严嵩的诗 罪书 专善国事 贪污纳会 卖官欲绝 杜贤吉能 钳制剑官等十大罪状 要弹劾严嵩 结果被处以仗刑 折居保安州卫民 审恋在塞外 却仍以立骂严嵩父子为乐 严嵩得知大怒 家境36年1557年 严氏反显悬案遇使陆凯和 宣大总督杨顺设计诸楚审恋 恰逢白莲娇教徒严昊等人被捕 审恋中英被巫围谋反而遭到杀害 梁子彤被害 龙庆初年 朝廷下诏 褒奖敢于言试者 特追赠审恋光禄寺少卿 任用意思为 观 天启初年 追世忠敏 天下世人推崇齐德 将他的作品绘编成青霞集 名史历传 虽然两部秀春刀对历史改动比较大 但仍不实施很好的影视作品 有深度 有观感 是近年来少有的古装戏 非粗制烂作 很值得一看